大家好,我是Mark 欢迎回到《悬案追踪》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位前四海帮堂主 陈欣宇的故事 这位江湖传奇在年轻时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从小弟迅速晋升为堂主 可谓是意气风发 江湖上更是以绰号黑马文明 越混越像 陈欣宇是马祖人 从小跟着父亲来到台湾 18岁时就读中国海专被退学 改念基隆海事 打架闹事不说 伪造有价证券 更改支票也样样来 犯罪、讨债、大发不义之财 陈欣宇开始摆脱不了 纸醉金迷的生活 然而 随着他在黑帮的地位攀升 进出监狱的频率和时间 也逐渐超过了陪伴家庭的时光 常常独留老婆、女儿守在家门 但事情不是总这么顺遂 在一场讨债的过程中 和对方吵架后 就往对方脑袋开了一墙 手段极为凶残 后来又伪造信用卡 盗刷五、六千万元 最后被小弟背叛 一气之下 打死小弟 杀害了两条人命的陈欣宇 被判处了无奇徒刑 关了整整32年之后 假释出狱 出狱时他已经54岁 在这段时间里 他深刻反省自己在黑道的种种选择 并认知到自己错失了 与家人共度的珍贵时光 于是 当他终于踏出监狱的大门时 他下定决心金盆洗手 改写归正 他成立了一家清洁公司 名叫杰安企业社 原因是 在他出狱之后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四处撞毙 他也发现有许多 跟他一样想要改变的更生人 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在他创立后 不仅让自己走上正途 更带领这些更生人 重新融入社会 这位曾经的黑马 如今成为了更生的象征 他的故事 充满着转变和奋斗的光辉 然而 2019年 11月4号 陈欣宇因器官衰竭 突然离世 下年60岁 陈欣宇的一生 虽然坎坷 进出金玉 比在社会时间还长 但在转折的过程中 也带着同样想要改变 为家人负责的更生人 开始人生下一个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